在2018年的夏季转会窗口,利物浦连续签下纳比凯塔、法比尼奥、沙奇里、阿利松四大强远,成为夏窗的最大赢家。 在上赛季欧冠决赛西败黄马之后,利物浦将在新赛季的欧冠联赛,以更强的阵容冲击冠军。 纳比凯塔是利物浦在今年夏天的第一签,其实这笔交易早在一年前就已经酝酿完成。 2017年夏天,利物浦为纳比凯塔支付了5400万英镑的违约金,买断了这名莱比锡红牛铁腰,但合同中规定,解约条款直到今年夏天才能生效,这样利物浦为纳比凯塔苦苦等了一年。 纳比凯塔是出色的B2B型厚腰,具备强壮的体魄和充沛的体能,同时具备很强的过人盘带能力。 他的到来,将为利物浦的中场增加硬度。 在欧冠决赛中,利物浦的封线三叉几萨拉赫、菲尔米诺和马内并不输黄马的BBC组合。 两队之间的差距主要还是在中场,利物浦的三中场米尔纳、亨德森和维纳尔杜姆,与黄马阵中的莫德里奇、克罗斯和卡塞米罗,存在着很大的差距。 这也让利物浦聚乐部上下痛定思痛,在早早签下凯塔的情况下,依然继续在中场位置上补强。 以4000万英镑的转会费,引进了摩纳哥后腰法比尼奥,作为中后场的多面手,法比尼奥能够胜任后腰、右面后卫等多个位置。 在2016-17赛季,法比尼奥与巴卡约科,组成了超强双后腰,帮助摩纳、哥多得了法甲联赛冠军。 欧冠也闯入四强,有了凯塔和法比尼奥两大强元压阵,利物浦在中场方面,具备了与世界顶级豪门叫板的实力。 在前场三人组萨拉赫、菲尔米诺和马内横行欧冠赛场的情况下,利物浦今年夏天继续在风险位置上引员,以1350万英镑的价格买入沙奇里。 欧冠决赛中,萨拉赫受伤是利物浦失利的主要因素。 被替换上场的拉拉娜表现一般,瑞士梅西沙奇里将是埃及梅西萨拉赫的最佳替补。 卡里乌斯在欧冠决赛屡率出现低级失误,直接导致了利物浦痛失冠军。 利物浦不惜以6800万英镑的天价,从罗马球购超级门将阿利松,作为巴西国家队的主力门将,阿利松打满了5场2018世界杯的比赛,是当今世界足坛的顶级门将。 随着阿利松的到来,利物浦在门将位置上,达到了顶配级别。 5万人 acciong高杂花。 2万人,直接来说4万人的手婴。 律师也是大概2万人的手婴。 1万人的手婴。 3万人的手婴。 2万人的手婴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